如果你觉得像Elon Musk那样 把29台发动机绑在一根粗壮的火箭的屁股上太过夸张的话 那么把它们换成一个如何呢 用一个巨大无比的发动机带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喷口 来将直径23米高度150米重量18000吨的火箭推上天空如何 连土星5号放在它边上都是这副怂样 一个喷口就能将整个第一级连通里面的5台F1引擎给吞掉了 是不是更加夸张呢 所以Elon Musk你的步子还是买的小了一些 不如你的前辈设计出了这枚怪物的美国工程师 罗伯特·特鲁克斯了 这枚怪物呢想必很多人不是已经很熟 就是略有耳闻了 海龙 由于太过巨大 它只能在海上组装 沉到海里面发射 但是却拥有将整个国际空间站一次性发上天的能力 不管是重量还是尺寸都没有问题啊 不过嘛展开起来可能就要稍微麻烦一点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几个关于它的 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疑问了 第一点是啊 为什么这个怪物会被设计出来呢 第二 埋在海里面发射到底是异想天开还是决定聪明啊 第三 既然都设计出来了 甚至还进行了大量的验证 为什么最终却放弃了呢 好 一个一个来 三个世纪六十年代 人们普遍相信啊 很快人类就会在太空当中生活了 不管是移民外星 比如月球或者火星 还是待在太空 比如空间站或者是轨道城市 总之啊 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带着成千上万吨物资离开大气层 哎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最重要 运力最重要 而且是越便宜的运力越重要 于是火箭的设计方向就有了 罗伯特特鲁克斯呢 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 他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尉兼火箭工程师 当然也是美国火箭工程的先驱之一啊 他的团队呢 正是二战结束时 德国火箭工程师们汇报的对象 其中就包括设计出了土星5号的冯布劳恩了 比布劳恩更加激进啊 虽然土星5号已经是大的有点不可思议了 但特鲁克斯认为它还不够大 因为他坚信一点啊 火箭的成本之所以很高呢 并不在大而是在复杂 那么怎么才能极限拉低成本呢 造非常非常大 但是却非常非常简单的火箭嘛 这就是海龙了 它的尺寸呢 我们已经说过 那就来说说它的简单吧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它就是个带个喷嘴的搞牙罐而已 燃料和氧化剂不是靠涡轮泵 喷进发动机里面的 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嘛 而是靠储存在罐子里面的高压氮气 来推出去的 这种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方式呢 叫做挤压循环 我们以前专门讲过 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 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啊 只是效率很低罢了 但效率低怕什么啊 只要能够保证我成本够低 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结果简单 成本低吧 回收方便 成本低吧 对了 海龙人家还是设计来完全可回收的呢 一二级都是可以回收的 而且回收起来还简单方便 直接掉回到海里面就可以了吗 它不怕落水的时候被撞变形吗 不怕 首先它确实是带了一个 可以展开成闪状的结构 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速作用 其次啊 人家全身都是钢结构的 很皮实嘛 而且 哎 这不又成本低了吗 你不要以为这种造火箭的路数是个死胡同啊 实际上呢 它还有此诞生了一种叫做傻大出助推器的火箭类型啊 抱歉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叫的对不对啊 英文的原文是Big Don't Booster 字面上呢 就是这个意思了 它说的是一类设计简单 体积巨大 只考虑运行成本 不考虑运载效率的 五大三出的火箭了 其典型的代表呢 就是海龙了 当然也有其他的现代版本啊 以后找机会咱们讲讲 关于效率低这个问题 它到底有多低呢 我来帮你对比一下就能感受到了 海龙和星剑都号称具有往近地轨道运550吨载荷的能力 但是前者的自重达到了18000吨 而后者呢 是1万吨 意味着效率几乎翻倍啊 好 第一点呢 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儿 来讲第二点 埋在海里面发射 首先 这么大的家伙 自然是无法在陆地上制造和发射的了 一是造出来也运不走 二是 一个比土星5号第一集还要大的喷口 放哪喷呢 都会先将发射台给喷化掉的 更不要说是巨大的噪音了 只能是在海里面发射嘛 于是怎么做呢 你看它的喷嘴下面呢 是围了一圈水箱的 等到了发射场 只需要向里面灌满水 它就能够自然的立起来了 整个第一集全都是埋在水里面的 埋水里面能发射吗 当然可以啊 因为火箭都是自带氧化机的呀 不怕水里面没有空气嘛 而且早在二战期间呢 从水里面发射火箭的技术就已经有应用了 只是规模远小于海龙罢了 于是为了验证大如海龙这样的火箭 能否照样在水下工作呢 美国人也是做了不少的测试啊 其中就包括改造了一枚海军的海马火箭 先在水面上点燃后 再慢慢没入海里面 看看发动机的燃烧呢 能不能保持稳定 实际上不仅稳定 还大大的减少了冲击波呢 反而是更好了 可见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射平台啊 它坚不可摧 因为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状嘛 它不需要什么支撑 水压就是最好的稳固器了 它有效抑制了噪音 它还能让火箭的燃料就地去采 直接电解出氧和氫等等等等 只要龙王不生气 我们大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嘛 把它发扬光大 好 第三点啊 它为什么只停留在了图纸上呢 看起来至少值得一试嘛 按照美国人什么都敢试的逻辑来说 很简单 没钱试了嘛 越战把美国拖入了泥潭 NASA的预算呢 一降再降 这种风险又大收益又小的项目 自然是要被砍掉的了 而且还真砍对了 你看后来这几十年 人们预期中的太空生活展开了吗 完全就没有嘛 所以这种超大载荷的运力 是做出来 也是会浪费掉的呀 好了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书 关注 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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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